快到端午節 很快又有龍舟徑度看 其實香港有不少龍舟隊的木龍舟 都是在內地訂製 今次記者就來到佛山一間龍舟廠 看看龍舟的船身是怎樣製造出來 船身的製作非常之嚴謹 不同部份都有專稱 好像是船身的底部就叫底骨 兩邊的位置就叫底旁 幫助滑行去水 而座位間的一條長木就叫龍筋 用來連接龍頭龍尾和分隔座位 龍舟的材料和設計 就視乎是在海還是淡水河都怕 來自香港的訂單 全部都要求用油木 因為在鹹水比較耐用 可以用到五年左右 而浮力亦比便宜一半的柴木好 這一格有木大龍舟可以載到48人 長90呎 重差不多一噸 造價20多萬 全人手製作 製作需時大概一個月 完成之後 就會用貨船一次過運幾條龍舟 下來香港 工人工坎作 肯定每一個工序都難些 又要打釘又要上螺絲 有甚麼說哪個難不難 只要人手救就快些 看他那個圓圓 放一些內心下去做 要一個日放一些心思下去做 都不難 即是原學不怕辛苦都OK 這間廠其實是由坤哥有很多年 做龍舟經驗的爸爸 在1998年開設 由叔伯兄弟一共六個人一起打理 他們的年紀越來越大 日後會不會有人接手呢 現在人是以讀書為多 手藝就怕辛苦 可惜了 因為我們家族都算大 在外山內做過都不願做 那些侄子只不過做開了 爺爺跟著爺爺心思下去 盡量學得學做做 龍身用來助人 而龍舟的氣勢就來自龍頭 想知道龍頭是怎樣用人手刁成 請留意另一則動新聞